好长时间不用了 但是这个月我启动了 这个月 我攒了五块钱的私房钱 我已经把它放里边了 这里边还有五块钱呢 别让家里人把它当垃圾给扔了 什么玩意 喂 钱总 我前几天给我你接的五千块钱 现在能过去取不 对对对 我想着呢 我现在就有五千块钱 赶紧来拿吧 哎呦 你看看 这五千块钱还没暖和热乎呢 借出去了 我跟你们说呀 这五千块钱呀 我借给别人没跟二米粒说 这二米粒要知道了 不得打折我的腿呀 哎呀 我得把它藏起来 大姐夫 是不是啊 哎 你冲我这么一笑 我怎么那么肾得慌呢 是 大姐夫 你商量个事 这个盒借我用一天呗 你用这盒啊 你哪能用这盒啊 咋的了 这盒谁要啊 拿了都给扔了 扔了啥呀 这是个放钱呢 哎 放什么钱 当破烂愣了都没人捡 大姐夫 这是你非常珍贵的一个存钱盒 我借用一天 我明天我就还你 行吗 求你了 行 啊 顺顺 拿着吧 太好了 哎 等会儿 我这里边用五块钱 我拿出来 哎呀 我知道啊 不就五块钱吗 明天连五块钱带这个盒 我就还你了 不是 说分 你听我跟你说 你听我跟你说 咋的 你大姐夫 一个月就五十块钱零花钱 我好不容易攒了五块钱 这五块钱对我来说就是一笔巨款 你给我 是吗 你还好意思说巨款 你放心吧 我也不瞇你的 合 五块钱 明天早上我都还你 行行行 忙不了啊 行行 等会儿 这还上着锁呢 这还 钥匙给我 你看 这是个装饰品 啊 假的 你看 你打开就完了 你看 我这里边还有五块钱 大姐妹 哎呦 我的天呐 你整个锁是 整个锁是装饰啊 装饰糊弄人呐 那把我给糊弄了 你看你平时挺聪明的 傻了吧 行吧 放心吧 大姐夫 行 好 说门 别忘了啊 明天联合带五块钱一起给我 哎呀 一块还你 放心吧 好 这就行了 哎呦 我爸 我这五千块钱 我搁这点 神不知 鬼不觉 哎呀 太好了 哎呦 我再搁这 谁也不知道 打电话 喂 喂 你赶紧来拿钱来吧 啊 我跟你说啊 我借给你这五千块钱啊 你嫂子她不知道 你嫂子现在正睡觉呢 啊 我跟你说 钱 钱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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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打电话呀 噓 别说话 别说话噓 你嫂子睡觉呢 来来来来 赶紧赶紧 哎呀 我跟你说 明天早上把这盒还给我啊 什么啊 走吧走吧 钱在里边呢 拿走 等我等我等我 亲兄立名算账啊 我得数一数 数啥数啊 我相信你 是我不相信你 是我不相信你 哎呦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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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等等 等等 陈总 啊 你这 这有把锁 你把钥匙给我呀 你傻呀 你这不开了吗 啊 哎呦 哎呀 陈总啊 啊 这钱 钱数不对吧 是不对 多五块钱 明天你连五块钱 带盒一块还我 那还明天干啥呀 我现在还你得了 啥意思啊 前妹妹 还啥意思 这盒里就五块钱 哎 哎呦 哎呦 结果里你们你们都看见了吧 赵刚子蒙我呀 哎 该不得是整个锁呢 这是魔术盒啊 五千块钱盒里就没啊 我跟你说 前经理 我对不起你啊 你给我半个小时时间 我整清楚了 半个小时以后你来拿钱 行 我着急你 你尽快啊 我一定给你 好好好 尽快啊 哎呦 这赵刚子太费了 我的天啊 哎 这哪儿去了呢 钱之发 哎 找啥呢 哎 姐妹 我是欣赏欣赏这个盒 是不是找这五千块钱呢 不是 你这五千块钱搁哪儿拿的 就在你这个小盒盒里啊 是不是都背着我才四包钱呢 媳妇你这可是冤枉我了 这盒都不是我的 这五千块钱怎么可能是我的呢 那是谁呢 大姐夫的 上边真的是大姐夫的 人家大姐夫一个月才五十块钱呢 零花钱 咱五千块钱得多长时间呢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当我数学语文老实教的呀 你还不 你过来 媳妇 我跟你说 赵刚子亲口跟我说的 这里边有他一笔巨款 我才不信呢 不信 大姐夫 大姐夫 大姐夫来来来来 你出来 我干嘛 什么事啊 大姐夫 来 我问 我问你个事啊 嗯 说 这盒是不是你的 我的 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往里放钱了 是啊 放多少钱 放了五千块钱 是不是这个数 是啊 是不是这个数 是啊 这个数对你来说是什么意义 巨款呢 听见没 钱是他的 是我的 怎么了 你看看 怎么了 大姐夫 你就不怕这事我大姐知道之后骂你啊 这大姐怎么会骂我呢 你大姐知道她还得表扬我呢 我这攒钱又是啥事啊 你这大姐夫 你这智商啊 我的天 二米亚 你是不是觉得你大姐夫最近智商聪明了 对 聪明 你不止聪明了 你都快失明了 你是啥也看不见呢 回来啦 回来啦 你俩 你俩是不是又拿你大姐夫开涮呢 没有没有没有 这回就没有 二米一夸我 说我智商聪明了 真的啊 是 然后跟现在越来越聪明了 没坑找坑啊 奋不顾身往里面 哎呀老厉害了 啥意思啊 好端端的他提什么坑啊 他提坑什么意思 哎 没没没事啊 我这顺风怎么回事啊 二米 哎 我怎么觉得你这话里有话呢 什么 你什么意思啊 私房钱的意思吗 哎哎啥私房钱呢 没有没有 哎呦我的妈呀 二米啊 哎大姐我没看出来啊 你最近有点像钱顺风学啊 还学会在你大姐那告状了是不是 不就这点钱吗 这点私房钱怎么了 这点啊 怎么的 怎么的 哎呦我跟你说 就这点私房钱 我相信你大姐是有这个度量的 再说了 我也是有这个承受能力的 哎呦我的妈 真的假的呀 真的假的 我就有这个承受能力 试试啊 试试就试试你还能咋的 什么钱 什么钱 你还能咋的 你藏着私房钱 你藏着私房钱 哎 哎哎哎 哎哎 钢子 这是咋子了这是啊 他承受不了了 刚问星人 哎 大姐不用叫他了 他是激动的 让他睡会儿吧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过不去 怎么就过去了 大姐夫 陈师傅你过来 你过来 哎呀大姐夫 你干什么呢 你没劲 你又坑我是不是 没有没有大姐夫 你是不是又坑我呢 是是 这钱是我藏的 二米粒他不知道 你替我扛一下呗 我怎么又替你扛的 我老替你扛 二米粒的脾气 你不是不知道 一千块钱打歪嘴 三千块钱打蛇腿 五千块钱两条腿啊 我改 二米粒 替我扛一下 不给你管 大姐夫 我不给你管 二米 来来来 你大姐夫跟你说啊 这个铁盒 还有里边的五块钱 是你大姐夫的 剩下这五千块钱 跟你大姐夫 一点关系都没有 收拾他 明白了 姐夫 姐夫不是 大姐夫救我 回来 大姐夫两条腿啊 大姐夫 别碰上去 住手 二驴子 提下留人 五千块钱 我呢 哎呀 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我哪来这么多钱 我钱这份 哎 我哪来这么多钱 你那个 我 快点 物业不能发点年终奖吗 对 物业发的年终奖 发这么多吗 发的是不是有点多 你是物业年终先进个人呢 对 我是物业年终先进个人 个人 我是物业年终先进个人 那也太多了吧 多什么多 多什么多 多个人人了还多什么多 多不多 不多 一万都不多 是真的吗 哎呀 我说话你还不相信 你别说了 你不是相信 不是你还真信吗 信哪 我老公说啥我都信 正好这钱 我们派上又差 哎哎哎哎 大姐你拿着钱 干啥去啊 我拿着钱 交取暖费去啊 交什么取暖费 明天再去吧 三块 别别别别天去 就现在去 现在去 拿这个钱去交取暖费 交去吧 哎 大姐 你你你等会儿 你你你你省着点花啊 哎行 等会儿 什么叫省着花 别省着 全花了 一分都没拿回来 用不了这么多啊 买暖气片 不是 把它全买暖气片 回来把他们家铺买暖气片 行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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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什么行啊 都铺上不成桑拿房了 你进来我跟你闹来了 哎呀买什么暖气片 哎呀 哎呀什么哎呀 大姐夫 你别叫我大姐夫 大姐夫 不是谢谢啊 这算是把我救了 钱丞分你可太损了 你老坑我是不是啊 你天天你给我挖坑是不是 你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天天坑我 你就不能给我放一天价吗你 别蹭人了你 大姐夫就刚刚救了我两条腿 大姐夫 谢谢谢谢 你别叫我大姐夫 行了 抓紧时间 把那五千块钱 从大姐那儿想办法要回来 快 什么钱 就大姐刚才拿走那五千块钱 那五千块钱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五千块钱不是这盒里的钱吗 那五千块钱是你的钱呢 我的钱呢 怎么是你的钱呢 怎么是你的呢 那明明是我们物业发的年终奖啊 哎呦 高刚啊 怎么的 哎 怎么的 高刚啊 怎么的 你们物业发没发年终奖 你心里没数吗 是我心里听过 本来我们物业是没准备发年终奖 对啊 不是你逼着我们物业 非得发五千块钱年终奖吗 解放邻居 是不是这样的 你们 怎么的 你 怎么的 我告诉你们街坊明明 有人陪我一起跳坑的感觉 非常的舒服 陈总 哎 陈总 陈总 这怎么了这是 没事 他激动的 压力不管大 行了 这事就这么着吧 让他睡着 就过去了 发不去这事 快事能过去吗这事 哎 刚哥 哎 我在外面听 是不是咱物业发奖金了 对啊 是发奖金 我咋不到这事呢 你来晚了 你来早一分钟 你也有奖金 五千块钱 说不 没你事啊 大姐夫 我跟你说实话吧 那五千块钱 是我刚刚要回来的工程款 二米粒他不知道 我借给田经理了 你怎么说瞎话 不带眨眼的呀 这当人面的说瞎话 是不是 我没说瞎话 田经理你跟他说 那个确实 那个钱总这钱 是打算借我 啊 对 那你借钱干啥呀 我不是参加了一个 山区的工艺小组吗 想给山里的孩子 买一些教学设施 但是这预算超了一万 我先管钱总 先借五千 剩下的五千呢 我再想办法 你妈 真的吗 真的 是不是还差五千块钱呀 二姐这有 拿去用吧 哎 这 这 哎 媳妇 哎什么哎呀 这咋回事 我早就知道那钱是你的了 他在那给我拉哑了 他懒得揭穿你 你说这是好事 你非得见我干什么 深芬啊 这事啊 二米都跟我说清楚了 就是 刚子 你也是 怎么啥坑都往里跳啊你 不是 媳妇不是我想跳 他这坑挖的跟平时不一样 他这坑升级了 再说了 他回来挖坑了 但是前顺风这回还真是办了一件好事 顺风啊 我跟你说办的不错 媳妇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对吧 这个老二呢 抛了五千块钱 未来老三呢 准备复职行动 我这个铁定的老大是不是也得出手了 对 这样 怎么在 你大姐夫 出五千 呦呦大姐夫啊 怎么在 你每个月就五十块钱零花钱 你拿五千是不是太难了 有我的 看见了 这就是你大姐夫在家里的社会地位 说一无二 你就是我强大的后盾 告诉你 我们讲 我负责攒钱 我负责花钱 我负责藏钱 那我就负责 找钱呢 那我负责借钱 为什么你可不算是借的啊 这个钱是我们全家人的爱心 太好了 这老大老二都拿钱了 我这儿未来的老三 必须马上实施 好 好 好 进屋 我看了 看了 我懂得 哎呀 哎呀 我也看了 看老你 媳妇这事不都已经过去了吗 我去 哎呀呀 媳妇 哎呀呀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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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是个蛋糕 谁一配上谁就还配 大一夜 二一夜 小一夜 三一夜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快乐的Family 一场快乐的Family